Hello 大家晚上好 我们又见面了 欢迎大家准时参加我们每周六的教育业现场 我是Enlighting Education 湾区办公室的Manager Ali 之前的讲座呢 我们讲了很多关于STEM专业的话题 本期讲座呢 我们来谈一谈文科专业 这个提到美国大学的文科专业呀 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可能会是不好找工作 不挣钱 那其实文科专业的范围非常广 在很多大学里面 文科专业的选择是远多于STEM专业的 比如商科 人文社科 艺术都属于这一范畴 虽然我们身处科技当道的21世纪 但并非只有STEM专业的毕业生才能赚得高薪 在招生官眼中看中文科申请人的哪些特质呢 如果孩子不擅长理工科 那是不是就要学文科 文科生以后的就业前景又是怎么样的 那今天的讲座由Enlightings的Senior Consultant的Wendy老师 来跟我们分享和解析美国人文社科专业规划的申请攻略 欢迎Wendy老师 Hello 大家好 我是Wendy 今天的讲座来讲一下美国高校的这个所谓的人文社科专业 那就是关于讲到这个话题 我觉得Enlightings的这个开场确实就是说讲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讲座的一个我觉得可以说是一个教育的目的吧 就是说其实呢是想把一些关于文科的这个标签啊 一些所谓的一些成就的标签来给它重新定义一下 主要想讲一下在美国这个人文社科它的不同专业的一个划分 还有就是说它对于我们申请者来说有什么优势啊 就是在我们在考虑人文社科专业的时候 我觉得就是说知道到底有哪些专业 那这些专业呢 他们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就读体验 都会有什么样的就业前景 再就是可能会要讲到就是大家学生还有家长最关心的问题 就是说那教生官我们如果想申请人文社科专业 那教生官他比较看重文科申请人的哪些特质 然后最后就是我们可能想简单的讲一下文科生 他在选课呀还有课外活动规划上 应该怎么样来针对这个不同的专业 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规划 那么这个话题其实就是说对我自己来说 其实也是我自己可以说在过去12年中的一个 我自己的很多思考 因为我其实自己的背景来说 在这个从事这个申请那个consulting之前 我其实是在美国高校就是已经教了很多年的所谓的文科 社会学科我自己呢是在这个传媒和传播学 这个在南加大拿到了硕士和博士 所以说我自己作为一个社科 或者说大家说的这个人文学科一路这么就是走过来 并且后来就是包括做教职 其实我自己有很多关于这个学科的体会 那很多人就是说一说到人文社科就觉得 人文社科是不是都是一些灌水学科 是不是说特别容易进 那我想说其实呢关于这个是有很多的误区的 另一方面就是说我觉得人文社科呢 其实它并不是一个这种所谓的一个umbrella turn 就是说它其实下面有很多这个具体的划分 那我想今天这个讲座可能最重要的一个目的 就是说我想把那个我们美国五千多所学校的一个主要的人文社科 还包括艺术专业的划分能够简单的讲一下 然后就是能够更加细节的再说一下 就是说我们人文社科究竟有什么这个职业前景 然后人文社科到底读起来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因为我觉得这一点可能也是确实 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个中国学生 就是说或者是华人学生 我们可能更多的是比较了解这个理工科 但其实我想说呢人文社科它也是一个 当然也是取决于孩子的兴趣 它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 就是说能够不管说以后考虑到研究生 一些专业学校professional school来说 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考虑被选吧 那首先呢我就想讲一下人文社科的这个专业介绍 那人文社科专业啊 其实我们就是通常说的就是arts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那么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传统所说的这个文科啊 那其实我想说在美国啊这个文科的概念可以说是比我们说的要更加广泛一些 那么通常可以说它是夸分为这么三个大的方向 那arts就是我们传统说的这个艺术学科 比如说像建筑学其实通常这里是在这个arts的那个下面 然后啊比如说像电影啊 还有这个这个performing arts啊这些都是可以说其实也是可以说美国这边高校有很多学校它是非常好的一些专业 我也是觉得说就尤其是相对于啊就是美本吧 可以说这是美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传统上来说非常强的一个专业 那么另一个方面另一个大的这个呃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humanity 那这个就是真正的我们所说的纯文科啊 就是说比如说考古学呀历史呀 还有这个文学以及这个区域区域研究啊 然后在美国呢就是可能关于这个raise ethnicity ethnicity study regional study 那么这些其实也是在这个传统来说比较我们说比较纯文科的这个这个领域下面啊 第三个这个比较大的这个区域呢我们就说的其实就是社会学科 那我想说这个社会学科呀也是其实它是非常的分类是非常的繁杂 那它相对于这个前两个方向来说可以说它是应用性最强的 嗯而且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高校过去就是说过去的五到十年里 其实我们会发现啊这个社会学科就不管是传统的纯文科或者是社会学科 其实啊它是有了越来越多的我们叫做这个multidisciplinary啊 就是说我们看到了更多的这个学科交叉 也就是说其实呢我们一些传统认识上的这个文科 并不是就是呃我们好像总觉得哎是不是就是写写写paper啊 是不是就是读很多很多的这个资料 那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学科它也开始跟这个data science 它是有一些这种交叉的学位在里面 比如说哈在这个marketing里面啊在communication 那更多的就是在社会学科 那其实包括在这个人们学科甚至都有所谓的叫做digital humanity 也就是说其实那现在就是说这个嗯我们其实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学科交叉 那这一点来说我我个人认为就是说对这个人们学科来说 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就是说很多人会觉得人们学科相对来说比较难找工作 好像并没有学到一些嗯就是可以实践的这样一些技能 但其实呢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学科它开始交叉 那我觉得它其实对这个文科以后的这个就业前景 还是有一个比较积极的影响 那另一方面就是说它对于我们这个学生的申请来说 如果学生他能够在他的他的背景中能够比较好的展示 就是说他对这个这个这个digital就是说这种交叉学科的有一个比较好的认识 或者说他的这个课外活动呀AP的课呀 能够展示一个比较好的这样一种交叉学科 其实他对申请文科来说呢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那这一点我可我之后就会在之后的几个那个板块中 可能会在呃左中的说一下 那这个就是现在一个可以说是主要的一个划分哈 那其实呢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要考虑人文社科对吧 就是说这个问题可能是所有的学生和家长 就是说我们在申请啊 甚至就是说在申请之前好几年的这样一个规划中 会要问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团队的这样一个呃 一个非常呃 看重的这样一个就是说我们始终觉得 那要选什么专业 最重要的呢 其实还是学生他自己的一个兴趣 嗯这也是为什么就说其实有一些收集的顾问他会他会建议说 哎这个文科是不是比较好进那我们就不如这个曲线救国 我们就升个这种本门文科专业 然后看能不能更容易进那些所谓的好的学校 那关于这一点呢我觉得其实我是不太建议的 呃我们还是非常的就是强调说学生的还是他的申请还是应该以他的兴趣为导向 那另一方面就是说那学生他也许就是说他在这个呃 个人的兴趣啊从小到大的这个成长背景 我相信就是到了这个十年级十一年级 其实应该来说是会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清晰的 这个对于以后职业的一个呃一个一个想法 那就是说人们社科总的来说呢 他相对于理工科来说他可能呃很多专业 他就他的这个实用性还是比较强的 嗯然后另外来说就是说他肯定还是说更加关注社会实事 他的未来的这个职业选择上其实更多的就是会和实事啊 或者是政策这方面来说会更加的相关一些 那所以就是我觉得个人的兴趣吧总是要放在很多其他的因素之前 来来说我们是不是人们社科专业到底是不是一个适合的一条路啊 嗯那么第二个呢第二点就是说他其实是一个比较实际 确实也是有这样一个实际的这样嗯的一个考虑 就是说在美国啊可能有五千超过五千所的各大各种 这个liberal arts college public university private university 基本上可能很多学校他可能没有这个商学院 他可能没有这个农工专业可能没有这个工程专业 但是机他们几乎不会没有文理学院 那我觉得这一点其实也就说明哈 就是说这个人文社科他的确是美国高等教育的一个 可以说是一个基础吧那这个就是说他从这个实际的角度 就是有什么意义呢就是说那既然有这么大的 每个学校基本都有大多数学校就是都有文理学院 那他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专业 那其实他也说明至少从这个统计数字上来说哈 就是说学生呢是有更大的余地 他会有更多的位置更多的招生的位置更多的课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从这个升学率的角度 虽然说每一个学生的这个例子是不一样 我们不能把这个统计上的数字来放在那个个体学生上 但是如果我们来看这个就是说这个大的数据哈 确实来说人文社科学率的他的这个呃 录取率来说相对来说哈 会比这个STEM主要来说会可以说是更高一些 嗯那么第三点就是我想说的就是说 其实我们在规划这个本科申请的时候 其实呢就是说我们不要只把它想做 这个未来四年的这样一个本科学位 其实人文社科它也是一个非常好的 就是说考虑到之后还会考虑深造 就是会读这个professional school 不管说是非常留意性的这个medical 在美国来说非常男生 然后就业潜艇非常好的medical school law school 其实大量的学生就是我们数据也是可以看到 有大量的学生呢 或者说他们他们其实这个本科的专业啊 都是我们所谓的人文社科专业 比如说经济学 嗯政治科学 还有一些一些其他就是 嗯或者是特别我们所说的这个纯文科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嗯来考虑 不光说是本科的规划 就是说这个研究生啊 以及之后的这个嗯这个事业 就是这个学生的他那个长期的事业规划 我觉得其实人文社科呢 它的一些优势吧 可以说长期以来呢也是被低估了 第二个部分这个第二个板块部分啊 就是说说到了这个人文社科的一个分 嗯一般来说是我们觉得一个比较 嗯经常用的这样一个衡量标准 可是呢我想说的就是说他其实工资啊 也不能把它看作是一个唯一的这样一个一个标准吧 因为其实还有很多关就是我们想到以后的这个就业 其实有很多因素 比如说这个职业的稳定性 还有就是说这个技能是不是可以比较容易的这个嗯 就是复制到其他的这个专业 How easily can you transfer the skill 我觉得这一点其实也是非常重要考虑的 另外呢就是说这个专业以后这个工作 它的这个work life balance 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就是说在选择那个不同的工作 包括就是说很多他那个职业的呃 他打分呀或者说各种各种各样的这个排名来说的话 其实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常用的这样一个标准 在美国哈就是呃我们所说的这个best college 那个人文社科的这个呃这个美本的这个专业 嗯那我们看就是其实也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跟大家的这种体会也是比较一致哈 就是说你看这个我们从排名来说 这个所谓的所谓的最好 当然在这个数据上面他用的是这个呃起薪 零到五年起薪的这样一个中位数的收入 那嗯比较高的呢或者说前一些的 那我还是就是说还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经济累和商科哈 就是经济学金融还有这个会计 那另外呢就比如说像心理学 那心理学其实也是可以说是非常热门 而且他的这个热门啊也不是说是最近最近五年十年才热门 可以说他是传统意义上非常一直来说很比很热门的这个呃这个专业 那嗯比如说还有这个呃公共政策呀 还有这个政治科学对好这些都是可以说是那个我们排名非常高的 也那相对来说这个排名高其实可能他的一个前台词就是说 那么相对于其他专业来说 他可能这个进入的门槛会相对的高 那这点尤其是对于商科哈 就比如说像finance accounting marketing 那很多学校他其实就是说除了这种标准的 你必须要教这些身体材料 他可能会有些额外的 比如说他会要求这个我们有这个额外的GPA标准 或者说呢我们就是你需要教这个额外的assay 所以就是嗯这这种趋势其实嗯跟这个热门专业 它是非常一致的就是说这种卷啊 我们在这个文科专业其实也是嗯也是存在的 就是说那大家其实也都知道这些专业相对来说 他们的这个就业前景是更好 那么所以就是说在申请上面 其实这方面就是不得不说 他的这个竞争也是会更激烈一些 好的我们再看看一些其他数据 比如说这个长期来看 因为我们刚才也提到就是每个职业哈 其实这些文科我们不是说只是想拿一个这个学位 嗯还是要考虑到长期的这个职业发展 那长期来看的话呢嗯那还是可以说是政治学经济学 这些可以来说仍然就是嗯大家都比较喜欢的 他在十年在这个行业就是做了可能十年左右 那我们看这个收入其实也还是不错的 而且这个职业呃可以说之后也会提到 就是各个专业他所对口的这个工作类型 嗯其实也是有非常多的选择的 那我们再来看看这样一些就是美国US News排出的一个就是前五十的这个最好的工作哈 那其实嗯就是这个就是我刚才说到的 其实很多人他这个定义上的一个best job 他并不是说只是看这个收入 那我想这点可能很多学生啊家长也会认同 就是说这个职业呢 其实也要考虑到他的这个呃长期的稳定性 以及他这个比如说积累的这种工作经验 是不是能够比较容易的应用到另外一个比如说一份新的工作 那我觉得这一点其实可能也是我们文科这个专业的一个优势吧 因为文科的一些嗯很多基础课程 包括就是呃就是教学生的一些呃一些重要的那些呃技能啊 像写作呀 还有critical thinking这些 其实他我觉得他的一个优势就是说 他其实是可以相对来说比较容易的转化到其他的工作 所以说这是为什么就是说这些best top 50 best jobs 你可能看他的这个呃中位数收入并没有说有多高 可是呢他还是大家还是认为这是一份很好的工作哈 比如说那lawyer还有这个psychiatrist 那psychiatrist lawyer这个都是呃你可能要从事这样的工作 你不光只能要一个本科学位 就可能还是需要读这样的叫professional school 那其实如果你看看大多数这个律师啊 还有做psychiatrist他们这个本科的专业 其实他们本科是人文社科 甚至是艺术的这个专业的这个比例啊 也是非常可观的 尤其是学生他比较想考虑 之后想继续再读一个法学学位 那其实法学学位这五六个专业 嗯其实就是说可以说是最经常就法学院学生 他这个本科最最流行的这样一些专业 比如说让大家觉得哎这个历史好像读起来没什么 就是没很难找工作是不是 就是说有多少人认读历史 但其实读历史如果能够就是说有很好的gpa 很好的读写能力批判思维 那我那他们其实在申请法学位的时候 也是非常非常有优势的 讲这些这些数据什么 就是想想说明这样一点啊 就是说我们就就不想把让大家觉得文科 就是一个这个比较容易 或者说是没有什么前途的 其实他是一个这种我们我们叫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预备学课 那就算是说学生啊他之后他可能想 呃想想读那个medical school 那其实我们看就是说嗯被医学院录取的这个学生的这个本科专业 其实我觉得这个呃这个数据还是有点挺惊人的哈 就是说大家可能觉得诶是不是都应该大家都是这个化学系啊 science啊但其实我们看虽然说这个biological science 他是就很多人他会他他想上有智商这个医学院他可能会 嗯选这个呃biological science 但是你看其实其他的专业他的这个录取率啊 丝毫不比这个biological science要差 也就是说呢其实我觉得这个这个也非常说明了一点 就是说这个呃美国本科的他的一个特点就是说 他其实真的是很看重培养一个我们叫做well rounded student 就是说我们不是很在无A这学生一方面哎呀特别强 呃分数GPA特别高 更多的就是说即使是文人文专业 他也许本科没有学到这个呃这个医学院里需要的那个 嗯一些技能啊甚至是统计学 但是如果这个学生能够在文科专业中脱颖而出 有着很好的这个本科的GPA啊或者说是背景 那么他其实在这个申请这种law school啊medical school的时候 他仍然是被这个非常垂青的 所以说我就觉得这些数据啊 其实我就是想说嗯其实人文社科 他也是有着非常非常好的这个就业前景 不管说说不管说是这个学生 他是想考虑马上进入就找呃进入这个工作 还是说他可能还想绿考虑进一步深造 甚至就是说包括他能可能考虑 还想继续来读研究生或者是博士生 那其实嗯美国这个呃就是包括在研究生层面 或者说是这个呃我们所说的这个本科层面啊 这个转换专业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容易的事情 那这个并不是说就是啊我们想转就转 就是说其实你即使啊可能本科是一个这个呃历史学 然后你想生一个这个biological science的硕士 就并不是说这样的学生就买完全没有机会 那学生仍然可以有很多其他的途径来证明 就是说哎你看我虽然本科是历史 我还是可以从我的这个很好的写作能力 我的很好的写作能力 我的这些课外活动经历 我参加了这个研究研究项目 我仍然可以成为一个非常呃非常非常非常就是嗯 值得录取的这样一个professional school students 所以呢嗯那我觉得其实如果这样想再考虑到这个学生自己的兴趣啊 呃其实人文社科真的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我觉得它的很多价值啊一直以来 其实都是被这个呃低估了的 但人文学科刚才也说到了哈 它其实呢也是一个比较卷的这样一个专业 就是说人文社科它其实里面也有那种 我们所说的相对来说更难申请应景的人文社科 和那种就相对来说呃申请人比较少啊 我想再讲讲就是这么呃五到六个 可以说在人文社科这个领域来说是比较热门的 呃当然就是比较卷的这么几个专业 以及他们的这种就是学生学这些专业 他们可能会有什么样的这个职业哈 那那像经济学经济学其实一直一直以来呢 它是一个还是挺热门的这样一个专业 那有的学校经济学 它是有它是在这个school of art and science 下面 那有的学校它其实是在这个商学院的下面 那我们就知道一般来说在这个商学院下面的这个专业 嗯它本身就是一个一般来说会比这个呃普通的这个申请呢 会多一层这个过滤的这个机制 相对来说可能就是竞争会更激烈一些 嗯那经济学其实有很多小方向哈 就是你看比如说学生学经济史 那经济史这个专业相对来说肯定就不如其他的我们说的industrial organization啊 还有这个labor economy嗯还有这个比如说其他的微观啊 嗯和劳动经济学来说从他的就业来说呢就没有那么的呃这个灵活 那经济学其实它也是商科比如说之后读MBA 或者说嗯考虑到之后工作是进入这个做consulting 咨询还有banking consulting firm 他们这个学生的本科其实他们很多人都是本科是经济学 所以经济学它其实就是说它的这个价值了 一直来说大家还是就是比较意识到的哈 那么这个经济学也算是这种人文社科专业中相对来说更加偏离工科 因为它对这个数学呀统计学嗯的这个要求 一般来说是比这个其他的我们所说的这个历史啊 嗯哲学这样的传闻科是要相对来高的 嗯那第二个比较比较热门一直来说很热门的 这个热门的不光是说在我们华人学生 可以说是美国学生都是非常非常热门的 就是这个心理学哈 那心理学我觉得它也是一个嗯就整个大学科来说 它也是一个就是这种交叉学科这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 就我们说心理学其实啊它也有这种嗯比如说 有这种像Cognitive啊Cognitive and Behavioral Neuroscience 这边呢它就是会和这个嗯 STEM学科的交叉会比较多一些 那这也是为什么其实有很多这个心理学的本科生 他之后他申请这个呃申请医学员是非常呃 相对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背景 是因为那他本科就已经其实已经接触到了很多关于这个 Neuroscience的这样一些课程啊或者说他这个的一些经历 就可以直接有一些这个嗯医学员相关的这样的一个经历 那其实读心理学呢就是他除了可以就是考虑law school medical school 其实有很多人他会之后他会选择这个 counselor这样一种 这样一个工作啊他可以做就是各social worker啊或者说是嗯在学校里 还有就是在其他的一些机构啊就是说他其实心理学这个本科专业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呃万金油的吧就是说他的这个就业就业的这个嗯机会呢 还是非常的多的嗯那下面就是communication那这个专业就是我个人来说是非常熟悉的了 啊就是说我们从传统意义上说的这个传媒嗯还有这个叫media and communication 其实这个也是在过去可以说五到十年内非常非常就是热门的一个专业 那他热门的专业就原因第一就是说他的这个工作哈相对来说职业是非常多的 比如说像呃communication他可以做还可以做public relation啊还可以做advertising 那现在就是有越来越多的就是他会有这个嗯社交媒体啊还有这个电子媒体的这样的一个部分 所以说就是很多毕业生他是非常好找工作就是我们的很多学生他这个可能在大四啊大三的时候 其实就会有相当多的这个实习经验然后另一方面就是学生他还就是这个过程他还觉得读得挺开心的 因为来这个学科相对于比如说历史啊和传统的纯文科来说的话他其实这个课程设置是非常非常的有意思的 就是说会有比较多的这个实习经验然后学生会觉得哎我学的东西好像就是比较学以致用哈 然后communication呢他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个pre law的这样一个本科专业 因为这个学科可以说对读写还有就是学生的这种嗯批判思维的这方面的要求也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高的 所以就是学生如果能在这个专业能够比较好的脱颖而出那其实他也能比较很好的应对 就是比如说law school就是law school这种比较高强度的读写要求 嗯那除此之外呢就是还有我们呃也是比较热门的哈就是这个呃公共关系 那公共关系就是他也有一些具体的方向啊比如说是关于这个呃城市政策呀或者说是跟政治学也是一个有一些交叉 啊那他的这个工作之后考虑到工作就是其实嗯有不少我们所说的这个政府工啊就是说可以在各种政府工作呃政府这个组织工作 那其实在美国就是说我们说的政府工啊他不光是嗯不光说是政府啊就是成政府正州政府或者是联邦政府 其实有相当多的这个研究机构比如说大家比较熟知的这个CDC哈就是这个防疫防疫部门哈 其实像这样的这个机构他其实也是会说对于这个public policy的学生来说会是非常的对口的 嗯所以说像这边就是包括这个医疗行业其实public policy也是嗯我想他比较受欢迎的也是一个原因也是因为这个专业他的这个应用面也是非常的广 嗯就是说他的这个课程啊相对来说实用性还是比较高的毕业生在这个就业嗯就是找工作的这个难易程度上总的来说呢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的 那这嗯政治科学政治科学也是传统上来说还是挺受嗯美国学生欢迎的那政治科学的话就是说他其实有不同的分支哈就是呃关于这个美国政治啊比较政治啊甚至如果说学生他有比较浓厚的这个外交他对外交比较有兴趣 或者说是国际关系哈这其实也是政治学的一个就是非常大的一个呃一个子方向我们刚才说到就是对于这个law school来说 我觉得political science应该是大多数pre-law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那个本科学科啊所以说political science相对来说他可能嗯更多的呢就是除了学生自己的兴趣就是在考虑到今后的这个工作上来说 他其实会跟政策公共政策还有就是啊呃呃法律还有就是嗯城市规划这方面的那个就业渠道也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多的 我们说到这五个专业啊就是我我觉得他应该算是文科人文社科中相对来说比较难尽的专业或者说也是这个呃就是申请学生会比较多的 那想那我觉得他的原因可能刚才也说了很多次就是说因为他们的确实这个就业导向啊呃就业的这个机会相对于纯文科来说是会比较多的 另外像这些专业呢他也是交叉学科交叉的程度会相对来说比较高的嗯那比如说像这个刚才说到的传播学 还有这个经济学啊呃其实现在呃还有心理学他就是说现在越来越多他会有这样的那种嗯就是跟这个data science这方面有一些交叉的这种啊一些一些联合的这种项目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在考虑嗯在考虑这个嗯规划申请包括准备申请文书的过程中 其实能够对这样一种交叉学科有一个比较比较好的认识或者说这种意识啊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这样其实就会让你的这个嗯你的这种背景会非常容易脱颖而出 因为在很多其他学生他还在想他还在想展示自己啊只是读写只是批判性思维的这个上你如果如果学生他能够 就是说在文书中或者在他背景中能够比较好的嗯就是说强调自己交叉学科背景的这样一个这样的一个特点啊 我觉得对于这个这几年申请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嗯一个一个资质吧 好的那下面呢就是我想再说一下这个文科的这个申请重点啊 就是这个可能也是大家这个的学生跟家长可以说是最最关注的最感兴趣的这个话题 那文科申请他和这个理工科申请他有就是就是说我们到底看重什么是不是 因为就是说很多这个专业文科专业大家第一个想到就是说哎是不是这个就是就是读和写 嗯是不是要写好多小好多这个小问文啊然后就是嗯对这个呃对这个数学呀对统计呀这种理工科的课程和背景不是那么看重呢 那我想说的就是说嗯的确理文人文社科专业相对来说他比理工科 他其实更会更看重学生的这个读写能力 那这个读写能力一方面是通过就是嗯比如说学生的这个选的AP课呀 还有他的那个嗯还有就是他的文书中展现出来 另一方面我想说的就是读写能力他其实也是 就是这个说明这个学生是不是适合读文理专这个文科专业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我们来做判断的一个标准哈 因为呃因为就是说我们在想读专业来说我们的目的不是说学生拿到这些专业的offer有这样一个入门专 其实还是说他要需要对这个每个专业哈有一个比较合理的预期 然后并且能够接受就是说我之后在这里四四年甚至五年的时间我读这个专业 我是不是喜欢这样的一种这个课程体验哈 因为大多数的人文社科专业他其实在课程设置上 这个写作的这个作业的要求是比较高的 就是说他可能考试没有那么的就也是有考试 但是他这个读写比如说人文专业他可能一周的这个阅读量绝对是要高于嗯显著高于这个理工科专业 所以说这个学生如果觉得啊我特别不喜欢读写嗯或者说这是我的弱势 那我觉得其实这肯定是需要考虑到的一点嗯那就是说读写reading critical thing 啊reading还有这个writing这个肯定是人文社科中非常非常看重的这个资质哈 那我们就是说那其实除此之外呢他也很看重学生的leadership和communication 因为我们刚才看到了这些职业就是说人文社科 他想他们就是说想培养什么样的学生 他就说这些学生他们他们觉得学生不不是说只是以后啊做一个非常细致的这种 一个很很细小的很具体的这种呃工程师啊或者说是呃实验室里的这样一个科学家啊 或者说是这种从事科研方面的人员 他其实更多的是在乎的是学生的我们教的这个vision啊 就是学生他是不是有一个就是说嗯除了他自己之外 他会对这个社会上的实事啊或者说我们社会上各种社会上的一些问题有敏感度 同时他会觉得有比较强的这种社会责任感 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可以说是整个人文人文学科的一个这些专业的一个 他的这个精神所在吧就是说他想培养的学生不是说仅仅就是说哦 我只是把这个我我这个早久晚午的工作给干了好 所以他就是说所谓的这种人文情怀吧或者说他是不是能够呃对实事有足够的敏感度 并且认为实事解决社会问题呃或者是嗯参与到就是实际的改变社会上不公平啊 或者说是这样的问题上能有一些新的想法 所以说这个学生在文书啊包括他这个课外活动中展示出来的这个vision 我觉得是文科申请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呃相对于相对于理工科申请来说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一个呃成功之处吧 另外就是说他的这个学生的leadership啊就leadership 当然leadership其实对什么专业来说都还是比较重要 但是对呃可以说对political science还有对商科来说是尤其的重要 那leadership怎么样来在这个文书中展示出来 其实这也是一个嗯嗯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大家都很关注的一个问题啊 就比如说leadership啊communication skill啊 这些我们所说的这种软技能 他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难在这个标准化的考试中展示出来 那其实相对于理工科申请来说呢文科其实更看重的文书 以及呃这个这个学生他自己的这个课外活动的这个呃这个我们叫portfolio 这个看起来呢他的这个组成啊其实我觉得是需要比例工科他呃可以说一方面是更多元化一点 另一方面就是说学生可能是需要有更多的这个呃这个自主性和这个个个体的色彩在他的这个申请文书里面 那在这个申请文书的写作呀因为我们说到这个既然读写他其实是不是这个专业非常非常非常看重 也是想让培养学生的这样的一些特点哈 那其实就是说申请看学生的文书尤其是对于人文社科专业 学生是不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个writer 他的这个文书中是不是能够看出他的这个阅读的经历呀 他的社会经历呀还有我们刚才说的这个vision 那这一些呢其实就是在申请中可以在申请材料中可以帮助一个学生脱颖而出的一些 可以说一些特别值得关注的一些点 那就是具体到我们的这个规划的建议哈 刚才说到了那我觉得就是对于对于人文社科来说 其实我觉得这三个三个点呢都是非常重要的 那这三个点其实虽然说起来比较宽泛哈 就是说当然就是学生他需要展示他是在那个高中啊 还有就是他是在就是选课AP课他自己的GPA上能够显示出对读写 还有就比如说如果说学生他想申请经济专业 他如果能够申请他如果能在这个申请材料中显示 他的这个extracurricular activity是和这个经济是和这个business相关的 然后另外就是在他的这个课外在他的这个AP课上能够 嗯比如说修过这方面的课程都是非常好非常大的加分项 但是呢这个knowledge就是说或者说这些写出来什么GPA是多少上过什么课 其实呢我觉得他也是呃不是说是最重要的 其实我们想想说的这个你在这个整个申请文书中表现出来的这个人文情怀 还有就是我们所说这个citizenship就是刚才反复说到的 就是说学生他其实可能在整个的这个申请文书中想展现出他自己的 并不是说哦我就是特别会考试我的这个申请文书就跟其他人一样千篇一律啊 就是说其实比较能够呃独特的展现出学生他对这个社会实事的敏感度 嗯他的这个比较很强的一个写作能力 还有就是说他能够在这个嗯他的这个各种这种IC里面能够在这个嗯所说的这个这个社会实事上面呀 还有就是能在这里面有比较多的独特的见解我觉得这些是文科申请中一个 相对于理科来说一个更重要的更重要的这个方面哈 那我比如说我们在考虑到这个嗯 课外活动的时候对于人文社科来说更多的是要就是 当然是要就要选择如果说学生已经在比较早的时候 他就已明确说哎我觉得人文社科是更适合我的这个性格 更适合我的以后的这个职业规划那已经有致于申请人文社科 那其实在这个leadership和volunteering还有我们的这个下校生选择上面 其实就是我们是有一些是有嗯 就是关于这个人文社科的一些呃比较对口的我们所说的这个对口的这个下校项目啊 还有就是他在这个呃 比如说在这个甚至在那个研究上面啊 就是不是可以跟这个包括跟这个当地的community college的能够做一些相关的文科方面的一些一些研究哈 尤其是关于经济学呀 还有这个社会学科嗯 甚至就是说参加这个高中的一些嗯 这个news club或者是journalist 那我觉得这些其实都是非常好的可以就是准备申请 不光是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些热门人科文科专业就是整个人文社科专业来说都是比较好的一些嗯 比较好的一些项目的选择哈那比如说像人文社科竞赛这些就是人文社科呃 当然这个其实我们还是有很多其他的一些推荐哈就是说人文社科竞赛其实和stem一样也是有他的一些嗯 就大家非常非常就是大家都很认可这些能够在这些竞赛中如果能够脱颖而出我想这些其实是对申请排名靠前有去所谓的腾效来说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嗯或者也是可以对他的这个履历来说非常的呃 呃增色的哈比如说这个呃 John Locke Asset Competition 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写作界哈就是这个写作可以说是对学生这个写作能力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肯定那有人文社科内竞赛其实就是说呃是不是可以在这个履历中能够展示学生他能够比如说参加这些这个Decathlon啊还有就是嗯 关于历史类写作类以及这个呃这个leadership这方面的一些呃竞赛能够取得成绩甚至是加入就是说呃加入这个校队呀或者是不同呃不同级别的这个呃这个即使是加入哈然后甚至就是说取得比较好的成绩这些都是人文社科中可以对于人文社科专业来说可以说是非常非常这个天才呃那另外就是说下校就是说下校呢 我觉得它也是一个呃在规划中一个其实非常好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因为我们说下校它其实不光是我们是为了把这个下校写在申请文书上其实我觉得它的这个目的哈我们不要把它仅仅的局限于呃我只是想在我们的简历上写上这么一记笔其实这个是对学生来说一个比较好的就是它能够相当于试水一下他能够就是感受一下这个这个大学尤其是人文社科类的课程它是怎么样来这个呃是种什么样的是种什么样的体会哈 哈那其实就是说像这个人文社科的下校像比如说这个呃有一些writing注重于写作方面的嗯还有就是关于这个leadership比如说像沃顿啊还有这个Yale他们这个那个这个下他们其实每年这个夏天的时候每年这个下校就会有呃不同的选择这个跟理工科其实也是比较呃比较一致哈就是说你可能有的是比较难进有的是相对来说比较好申请那其实能够上这种相对于人文社科类的下校对吧 还有这个比如说像那个各大各大可以说是这个呃新闻传播类的这个排名就是前呃前因前二的哈这样的一个学校那他其实每年夏天也是有不少的关于这种就是新闻类的这种嗯下校还有一个相关的这个实习呃实习项目那其实我觉得能够比较好的把这个下校能够呃就是和这个学生想要申请的这个专业能够比较好的衔接或者说呃就是能够在每年的下校能够 让这些下校的选择上都能够展示出学生对这个学科的兴趣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哈具体的我们也我们也会推荐就是说呃除了一些呃具体的AP课程那就是在一些我们就是也会比较推荐学生在一些人文社科类的这种呃它的具体方位具体领域的竞赛还有这个下校当然就是合适的这个项目能够申请那这些也是也是就是说在可以说帮助帮助学生在这个申请众多那种就看起来千篇一律的这种申请中可以脱颖而出的一些 一些比较实际的规划的那个内容了哈嗯那好那这个就是我今天准备的大部分的这个内容那非常感谢今天温迪老师呃这个干货满满的分享那我们的呃今天的讲座呢就到这里了希望我们今天的讲座能给屏幕前的家长和孩子们带来帮助那如果大家之后想了解更多关于inlighted的服务呃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温迪老师换一下下一页 比如说这个一对一的高中大学或者转学申请指导啊还有呃暑期活动规划或者是职业规划高中AP honor私教课程sat act考试培训对我们呃冬季的这个sat bootcamp act bootcamp要准备开开班了那大家呢可以致电或者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呃微信过来咨询我们之后每期的讲座预告呢都会在微信群中发布 如果您想要加入到我们的微信微信群可以加我的微信我会呃给您发邀请入群呃今天的讲座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周六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大家晚安 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